接下来还是一样功率做工处理时间 但是刚才我们讲过做工的结果是能量的变化 刚才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动能变化 那么这边呢是未能变化 这边是未能变化 所以你可以用做工等于能量变化 未能变化来算做工 现在不管它啦 抽水马达啦 10秒钟100公斤抽高5公尺啦 请问你马达的功率有多少 来 做工就是 做工就是能量的变化 功率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那这里什么变化 未能变化 还高嘛 未能变化MGH 所以呢 做工的功率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的改变 然后呢去处理时间 这一题的改变是未能改变 未能是MGH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MGH1-MGH2 高度的变化 但是我们通常都忽略省略 我们就自动开始是0 那就自动就解决掉 好 因为从底下往上抬就直接算高度差 就直接带进去就解决了 好 那我们就往里面带啊 质量叫100啊 基值9.8 高度5公尺啊 这就是我的未能变化 那除以我花的时间10秒钟啊 那理化就结束了 后面就数学计算啊 那算完之后答案叫做 490瓦 解决掉了 小试一桩 OK吗 OK 那么下一题 抽水机5分钟 把一粒帮公尺的水抽高30公尺功率 来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时间给什么 分钟嘛 那我要谁 我要秒钟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 那给的是谁的体积啊 不是质量啊 那一粒帮公尺的水多重 如果我当初有要米贝 你就很快的知道 我当初有要你贝水的密度 每粒帮公尺一公克 每粒帮公尺一千公斤 如果你当初要你贝 你有贝 你就知道它有多重 否则你又要换算 换算半天 要先把公尺换公分 粒帮公尺换成粒帮公分 算出来有多少克掉换成公斤 有OK 没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这是原来的问题 做工就是 对不起 功率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变化 这里是未能变化 MGH就解决掉了 注意一下时间的单位要用秒 注意一下时间的单位要用秒 然后就可以了 来换大帅哥 帅哥男叫做 32号 32号 你说什么 B请坐下 你的答案选的叫B 功率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变化 这一题是未能变化 然后呢就是 P等于T分W W等于DeltaE DeltaE是未能就MGH 然后就质量 一个问题是 一栗方公尺 多重啊 我说过来 如果我叫你背 你有背的话 水的密度 一栗方公分一公克 一栗方公尺呢 1000公斤嘛 对不对 就1000 基值就9.8 高度就是30公尺 注意时间要换秒 所以五分钟要乘以60换成秒 好了 又是一样 理化结束 后面叫数学 认真努力算 会算出来个980瓦 680瓦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980 最后这一题就是 历史上唯一的一题 同时有动能变化 跟未能变化 我把水往上抽 增加未能 噴出去 增加动能 所以还有两段的能量变化 前面如果未能变化两胶额 如果后面动能变化三胶额 总共变化就是 二加三是五胶额 所以这一题是历史上 到目前为止 这二三十年来 唯一的一题 做工的结果 同时有动能改变 跟未能改变 然后就把两个都算出来 然后就知道能量变化多少 再处理时间 时间一样是一分钟 每分钟 这也问你平均功率 就一样 分钟换成秒钟就可以了 所以跟刚才做法相同 但是要注意 它有动能变化 也有未能变化 你两个变化都要算进去 才是它全部的能量变化 OK吗 停车战戒问 这个人叫做 No.3 3号 你对着我笑 讲话 你跟我讲不知道 你这样会伤我的心吗 好 没关系 学习过程都可以不知道 学完以后就好了 学完以后就可以 现在不会都没关系 功率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变化 这题有动能变化 也有未能变化 那就两个分开算 所以做工处理时间 然后做工有两个 一个是动能 一个是未能 你正确的写 讲过了 正确的写是MGDeltaH MGDeltaH OK DeltaH 但是 我们平常都不这样做 就直接就说好像五公尺 五公尺了 OK 没有再去分开 再来就是 后面应该是两个 二分之一MV1平方 减二分之一MV2平方 可惜我已经知道 开始 你能不能动 开始不动 这开始是0 所以减0 我就省略没有写 那个减0了 但是实际上你应该要写一个减0 因为是变化 懂吗 原来多少话 多少是要变化 但是我们就自动省略没写了 那么 接下来就往里面带啊 往里面带就好了 质量多少 600公斤 机质呢9.8 高度呢20公尺 喷来速度呢20 要记得要平方 所以就这样写 OK 这样写 然后就是 左边的叫做未能变化 右边的叫做动能变化 我想问应该写个减0 我们把它省略没有写减0 OK 然后呢 然后底下记得一分钟要换成秒钟 去乘以60 然后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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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就算出来3960 3960 除了低到40是理化之外 后面都是数学啊 后面都是数学 数学的计算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择猪 OK吗 可以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写课堂练习